当人们开始学习西伯来语时 成功的往往不多 很多人既是勤奋刻苦 也很难达到长期的记忆和有效的运用 就像大部分人一样 我们都不是通过四季硬碑教科书来学习一门语言的 我们常说学而用之 用而学之 只有通过听和说才能使我们对一门语言融会贯通 虽然有一些人能够通过传统的神学课程而取得成功 但其实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有学习语言的天赋的 还记得吗 当你在妈妈的摇篮里 也许一句话也听不懂 但是爸爸妈妈不断跟你说 你一点一点的听 直到有一天日积月累 你能够理解他们所说的 之后再来学习语法和字母的 同样 I love with Beth 采取这种自然的学习方式 让你在观看影像视频的时候 能够建立起对西伯来语的理解和认识 这样长期越累你会在语言上有非常突飞猛进的进展 因为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一些参与圣经翻译的人 我们希望这些视频会对你有所帮助 而且也向你保证在视频里面你不会听到任何的中文或是英文 我们需要你像小孩子初学母语一样 大胆的根据上下文和情景来进行猜测 即便你刚开始会有一些灰心 可是千万不要放弃 当你重复观看视频教程之后 你一定会在西伯来文上有很大的提升 而当你有一定基础之后 我们也会向你逐步介绍西伯来文字 这样你既有阅读理解能力 也会在口语上有很快很高效的提升 如果你对学习西伯来文是认真的话 我们鼓励并建议你大声的把每一个单词朗读出来 这样会帮助你更好的消化和吸收这门语言 每个几堂课我们也会出一些随堂小测验 让你来复习之前所学到的东西 如果你全部都能答对 那恭喜你 就算不能 只要是能够听懂一些单词 我们也是很开心了 最后呢 想提醒你 观看视频一定要按照先后顺序来哦 因为每一堂课都是建立在之前先有的基础上 好了 二话不多说 欢迎你加入到我们学习西伯来文的站队哦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这样你会在第一时间有我们的新消息 最后呢 也希望你把它分享给更多的能够受益的朋友们 好了 下次见 Shalom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